大家好,我是Chus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有西方的報導指出 在一個娛樂特許經營的領域裡 很少人會見到海賊王快速掘起 這個形勢已經超越哈里波特 以及星空奇遇記 並且海賊王已經在不同領域 超越其他標誌性的人物以及系列 根據媒體Deadline的報導 以路非為首的草母海賊團 他們的冒險經歷已經令很多人 產生了深刻的共鳴 以至於海賊王成為全球 第三大最受歡迎系列之一 竟然是 最近一行針對美國和英國 遊戲及娛樂迷的調查顯示 海賊王已經贏得了 全球第三大最受歡迎系列的稱號 而沒想過的是 他們已經超越了哈里波特 以及星空奇遇記 還有DC系列的漫畫 如果我不要對這邊 報導理解錯誤的話 海賊王就是排名在 漫威系列電影 以及星球大戰系列之後 但大家要知道的是 海賊王能夠在西方市場 站穩陣腳 是需要得到迪士尼的 龐大營銷機制的支持者才可以得到 即是要取得特許經營權才可以行銷他們一系列的商品 既然《海賊王》已經超前了 《哈里波特》以及《星空奇遇記》等系列的電影 也證明了《海賊王》對全球有一定的巨大影響力 那我今天的分享時間就到這裡 下次的時間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